肾脏的功能是过滤血液中的杂物,每天清洁的血液有200升 这个工作量是非常的大 肾脏是一个低调,有实力的家伙 如果肾脏发生一些轻微的病变是不会有反应的 往往是后期恶化了才能让人痛苦不堪 才能调节阴阳平衡,对男人来说是很健康 是非常重要的和生殖健康有活力又是密切的关系 所以男人要认真地保护自己的肾脏 我们要提前预防肾脏的一些变化 保护好肾脏 当然各器官如果发生一些病变 还会有一些表现,那么表现在哪方面呢? 1. 眼皮或者四肢水肿 肾脏需要过滤水,肾不好水就会续集 如果早上起来发现眼皮浮肿,或者双腿浮肿 可能就是肾脏的问题了 如果肾脏在夜晚的工作期间不能量好的代谢水 就可能聚集在身体的一些部位造成浮肿 这就是大部分人在半夜会有其夜或者早上要上厕所小便一下的原因 2. 脱发 如果早晨起床,无意之间在镜子面前挠了一下自己的头发 发现手中残留着少量或者大量的头发 这就是脱发的症状 肾脏和头发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肾不好人就是容易脱发 脱发也是男人的形象问题 一头浓密有光泽的秀发,是每一个人都想要的 如果早上发现你的头发掉了,那么一定是你的肾出问题 3. 早上起来恶心呕吐 如果你早上起来感觉到恶心或者呕吐的话 不一定是胃不舒服或者是肠道问题,也有可能是肾不好 如果早上在洗脸刷牙的时候,有恶心呕吐的感觉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 因为肾脏病变发展的后期就会影响到肠胃的功能,导致食欲不振的情况 下面给大家介绍几种补肾的方法,肾亏了就要补 1. 吃一些动物的腰子 比如说猪腰羊腰之类的,可以烤着吃也可以炒着吃 不过大部分人都喜欢烧烤的羊腰子 这只不过给人心理上的感觉是吃啥补啥 实际上的效果因人而异,只不过一些保护动物的腰子不应该食用 2. 补肾的水果蔬菜 蔬菜过滤血液的杂质,也对肾非常重要 多吃一些水果蔬菜可以排除毒素,减少肾脏负担 比如说韭菜炒鸡蛋,黑芝麻糊,栗子和山药等 做成菜肴对身体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3. 运动 多做一些运动 运动可以出汗让皮肤排泄出一些毒素 出汗之后可以让人神清气爽,加快血液的流动,促进新陈代谢 保持身体的活力健康 如果早上发现自己的身体出现了异常的状况 说明你的肾就是不太健康了,这时候要关注你的身体 关照自己的健康,减少熬夜叙旧抽烟的情况,减少毒素的摄入 多吃一些有益的食物,加强身体锻炼,这样不会让肾疾病情况继续恶化 甚至可以恢复一部分,让身体更加弱